大家好,我是柯斗 本期继续为大家介绍 英国史上最传奇的黑帮踢倒党的故事 踢倒党在男主汤米的带领下 不仅在伦敦站稳了脚跟 在英国政府的受益下 跟沙俄贵族搞起了军火生意 但对方却有着自己的算盘 冲动的三弟约翰 又和老对手意大利帮起了冲突 直接导致对方故凶杀人 在汤米的眼前 杀死了可怜的女主格雷斯 男主是悲伤至极 无法走出这段阴影 不过作为希尔比加的顶梁柱 黑到白到的生意 还需要他来拿主意 在家庭会议上 男主先是召见了负责合法生意的玻璃母子 列出了一张清单 上面是接下来你们要做的事 随后大哥亚瑟和三弟也进来汇报情况 目前意大利帮的小尚格莱特 已经被他们做掉了 但真正的罪魁祸首老尚格莱特 带着老婆逃到的利物谱 正准备坐船去纽约 杀妻之仇 不共待天 男主让两个兄弟赶紧去抓人 一枪毙了他老婆 把老尚格莱特带回家 他要亲自动手 可问题是 老尚格莱特的老婆 曾经是他们学校的班主任 是个好人 还教过咱兄弟几个 大哥和三弟都不太愿意动手 而汤米哪管那些 这样说也有道理 只是三弟对于男主 先召见玻璃母子俩有点不爽 玻璃姨妈也就算了 凭什么一个小小的迈克 也排在他们前面呢 但是男主态度坚决 现在合法生意 才是最重要的 众人来到厨房吃饭 大哥为即将要杀老师 这个事儿是心烦意乱 什么脏活累活 都找自己跟三弟 于是乎把情绪 发泄到了迈克身上 眼见都要打起来了 一旁爱达的儿子 跟着学起了脏话 几个人才冷静下来 这个时候 小弟奋恩冲进来告诉大家 男主带着儿子跑了 只留下了一张纸条 说自己三天后会回来 他呀 一直觉得是自己害死了格雷斯 非常自责 于是找了个吉普赛女巫 女巫是心理神会 将死因归咎于 这颗被诅咒的宝石上 他也就释放了类型的愧疚 隔天 大哥和三弟来到汽车工厂 根据拦主的命令 威胁值班经理 开除工厂内 所有的共产主义分子 一方面是为了避免 卖军火给沙俄贵族的事儿 走漏风声 另一方面 这些被开除的工人 到时候闹起事儿来 可以吸引全程的注意力 方便偷装养车 玻璃姨妈也没闲着 之前她在拦主的婚礼上 和一个画家勾搭上了 两个人一来二去 关系暧昧 画家还主动提出 要给姨妈画一幅肖像画 搞艺术 三言两语 就把对方聊得春心荡漾 之前惨死的总督查 要是也学了这一招 也不至于被杀了 另一边 老尚格莱特夫妻俩 正在利物浦的码头准备登船 隐约中感觉有人在跟踪 赶紧去找警察 哪知道 警察早已经被收买了 直接把人交到兄弟俩手上 老尚格莱特肯定是 必须要抓回去的 至于班主任 实在是下不去手 再三犹豫之下 还是把人放了 对于杀害自己老婆的 罪魁祸首 拦主并不想给她个痛快 准备了大量的刑具 慢慢折磨到天亮 亚瑟知道拦主 只是在放狠话 根本不是这样残忍的人 毕竟格雷斯的死 对他打击太大 只好帮弟弟动手 给老尚格莱特一个痛快 这个事就算翻篇了 接下来就要去摸一摸 神父的底细了 知己知彼嘛 这个时候 和革命者联系紧密的 妹妹艾达立了大功 最近组织里有一个 叫杰克逊的 知道踢倒党 要去汽车工厂 偷装甲车的事 这个情报 只有可能是神父给泄露的 只要找到这个人 逼问一下 就能知道神父的身份 不过 拦主也不白嫖 作为回报 给妹妹安排了一个 在波士顿码头的肥差 主要负责卖卖口红 衣服什么的 而且全是合法生意 回头就把这个杰克逊 抓了回来 果不其然 就是神父所在的 经济联盟给他透露了 这群人表面上 帮沙俄贵族 实际上呢 又给苏联红军卸命 似乎两头通吃 想搞什么大阴谋 这天呢 大哥把兄弟们聚集到一起 宣布了一件大事 他老婆琳达已经怀孕了 自己也马上要当爸爸了 大家纷纷表示祝贺 只是拦主有些神情复杂 大哥有了儿子呢 以后就要少干点杀人放火的事 替德党就少了一员猛将啊 晚上 拦主来到女公爵家谈生意 在场的除了三个杀鹅贵族 神父 还有那个其他类国会议员也在 汤米 开门见山 直接把计划全盘拖出 他们已经收买了各大工厂 把赖批工人开除 到时候肯定会搞罢工示威 吸引全城警察的注意力 替德党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 把装甲车送上火车 然后运到煤厂卸 装进有谢尔比公司标志的卡车里 在码头等着接应 他们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只是宴会上 神父一直不停的插嘴 似乎是不想让拦主多说 而汤米直接在手帕上写下暗号 交给了当家的老嫂子 老嫂子心理神会 让直律去送送拦主 趁此机会 他也就直说了 这个神父问题很大 已经把咱们偷装甲车的事 泄露给了苏联大使馆 至于他什么目的 暂时不得而知 不过这个人必须要除掉 哪知道玻璃姨妈 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跑到教堂忏悔 将他们准备 对一个神父下手的事 给提前忏悔 如此以来 神父也就知道了 自己的身份被暴露 此时谢尔比家一群人 正在野外打猎 原来兄弟几个的父亲 老骗子谢尔比去世了 临终前祈求他们的原谅 老谢尔比生前 唯一教过大家的技能 就是猎杀熊鹿 所以大家决定吃完这顿烤鹿肉 就彻底忘掉父亲 至于原不原谅 兄弟们自己看着办 另外 汤米也把偷装甲车的事 给说了出来 这一票风险高 利润大 干完之后 大家就可以彻底的 去做合法生意 再也不用打打啥啥 收保护费了 大哥亚瑟 也能分到足够多的钱 退休生活 另一边 大哥的老婆琳达来到赌场 她原本是从来不掺和 谢尔比家的生意的 这天可能是闲得淡腾 提出有个女工会代表 正在搞罢工游行 于是邀请公司 所有女性跟她一起去参加 争取女性权益 倡导男女评论 几个人反正越说越气 身影不做了 身装打扮一番 走上街头 搞起了女权运动 男主回到家 这女公爵已经在办公室 等候多时 她需要神父是叛徒的铁证 对方所在的经济联盟 组织势力庞大 也不能凭你一面之词 就动手杀人 不过 女公爵此行的目的 其实还是缠男主身子 两个人激情过后 毛妹的老司机本性就暴露出来 甚至还调侃起了 自己的姨妈老嫂子 男主什么场面没见过 直到毛妹拿出左轮枪 要玩俄罗斯转盘 把她吓得着实不清 见过疯的 没见过这么疯的 不过 最后 女公爵还是同意了 让男主干掉神父 而且这次赔税也算大有收获 无意间得知了 沙俄贵族藏着的金银珠宝的金库 就在他们房子的下面 三弟搞来了户刑图 一通分析 也就猜到了位置 就在某个地窖里 而大哥也安排了个俄国混血 过去运聘仆人 帮他们打听打听情报 大家这么做 也是为了避免 沙俄贵族得到了军火不给钱 到时候送货上门 加上门取钱 一条龙 不需要你松手 哪知道 大哥亚瑟转头 就把这个事告诉了老婆琳达 琳达管不住嘴 又告诉了家里的其他女人 这让男主十分恼火 你到底是要搞毛啊你 这位大嫂也不藏着椰子了 坦白了自己的目的 希望这是最后一票 老公能多分一点 他要所有利润的三分之一 少一分都不行 到时候他们会拿着这笔钱 去美国开始新生活 没办法 为了大哥的下半辈子的幸福 拦主还是妥协了 然后就开始为干掉神父做准备 一路跟踪来到了厕所 正准备动手 可惜神父之前早就得到了情报 突然从背后窜出两个大汉 将兰主一顿毒打 这次的伤势十分严重 颅骨断裂 脸都变了形 完事之后 神父还威胁兰主 要他当着沙俄贵族的面 向自己道歉 就说自己判断失误 搞误会了 不听话 就带走你的儿子 兰主是没办法了 只能屈服 回到家 把所有当过退伍军人的佣人 开除 如果自己身边有他们的卧底 那只有可能是这些人当中 然后打电话给大哥 抢劫装甲车的行动 按原计划进行 接着又打电话给妹妹 让他安排一下自己 和苏联大使馆的人 见上一面 晚宴上 神父在沙俄贵族面前 成功洗白了身份 为了羞辱脸主 还专门让他 背诵圣经里面的痛悔经 完事后 脸主强忍着剧痛 见了苏联大使馆的人 把神父所在的经济联盟的阴谋 全部都抖了出来 他们就是故意两边泄露消息 挑起两国的战争 从中于力 脸主要求他们 千万不要炸毁 运输装甲车的火车 否则就中了他们的离间计 而且如果交易失败 希尔比全家人的性命 也就不保了 说完这一切 妹妹赶紧将他送到医院去 玻璃姨妈 果然是个好姨妈 没有她 剧情都不能这么精彩啊 以上就是 玉血黑帮三到四集的故事 脸主被打得半死 这种屈辱是之前从未有过的 接下来苏联会怎么做呢 能如他所愿吗 下一期就是第三季的大结局了 希尔比家如何逆转情势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 就点个赞支持一下 没点关注的赶紧点一个关注 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更多 更精彩的视频推送 我是二斗 一个让你沉溺于故事的讲述者 龙缩电影精华 又不是他本来的魅力 扫描二维码 添加我的微信号 除了能第一时间收到推送 更有独家解读的视频 等待你的发觉 扫描它 然后带走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